以后我不是你的儿子 你也不是我的妈妈 你又怎么了 还怎么了 你心里没睡吗 我有什么睡啊 前两天去姥姥家 你大包小包的 恨不得把超市都搬过去 昨天去奶奶家 你怎么什么都不买了 你可真是个铁公鸡 一毛不拔呀 你一个小孩子家家的 有你什么事啊 还有 上次你给姥姥买衣服 怎么不给奶奶也买一件啊 你奶奶那不是有衣服吗 奶奶的衣服都穿了好几年了 你不知道吗 再说了 你妈是妈 爸爸的妈就不是妈了吗 咱们每次回去 奶奶都大包小包的 给我们拿回来 你这样做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你奶奶都没说什么呢 奶奶不说是因为爱我们 你都三十多岁的人了 这点道理你都不懂吗 你这孩子 还在这教育亲我来了 难道你不应该被教育吗 妈妈 姥姥生养了你 奶奶一心为了我们 都是长辈 就算一碗水端不平 也不能差的太多吧 百善孝为先 做人要将心比心 那你想怎么样 我过年的压岁钱 不是都给你了吗 你去给奶奶也买一件衣服 妈妈 买件衣服花不了多少钱 却可以温暖老人的心 老人不图你什么 而是我们心中有他们 不要让爱我们的人 寒了心 钱没了可以再赚 但是心凉了 可就五不热了 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